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妮 今天来抓一种很特殊的海鲜 它在青岛特别有名 后人青岛四大小海鲜 在这种贪图地一般生长很少见 见的话它就是与群居生活 一大片看起来密密码码 走 咱们现在到那边 那边是青岛 这整片的海域特别的广 这个是细砂 这个是泥砂 中间的这种地羊这个砂质 中间长这个大盖的蛤蜊 而那个泥罗的话 就在这种贪图泥沙里边长 这就是泥罗 咱们现在进入泥罗的区域 洗干净以后就是这样子 咱们现在继续往前走 这边数量就越来越多了 这个一分钟大概也能捡一百多个 看个人手速啊 捡这个就讲究手速 按小妮这个捡法 一分钟捡一百个 两个小时就捡一万多个 今年这一块 看到这个泥罗 都已经泛滥了 如果有耐心的话 可以捡到这一堵 一到这种纯沙制的沙套 就没有你了 这不是他的生产环境 这是金钱螺 是这种的 还有这个海红 今年日到这个海红特别多 五毛钱都没有人收 往年的话得三到五块 看这个 它等会儿洗出来是半透明状 看这个 看这一块特别多 都在腻的往上 好 用海水清洗一下 这个泥罗就响得很干净 像这种情况 用手抓 单靠钾有点慢 这特别多 感觉比 天然在青岛那个浇猪窩 还要多 洗干净这个样子 它身上 背了一个壳 这壳特别脆 咱先用这么多 回家 先吃一顿 来 吃一顿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这一片 泥罗特别多 特别适合白天爪 还有 那边 就是小泥这两片 抓猫耳朵 和胳膊粗 那个海葵 有地方 大家如果喜欢嘎嘎 想来体验一下爆童的感觉 视频下方 给小泥评论啊 叫小泥看一下大家 嘎海的热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泥